Renderforce.com 铁关 灰帽离别悲戏情 大结局 打开今日头条 查看更多精彩图片 前请提要 衣服56万里迢迢从新以内亚返回武港 任务未能完成的失落笼罩全艇 而挺长要离的消息则引起全艇震动 这让翟腾军医长对战局失去了信心 在研讨会上表达了尖锐的看法 然而 在返回艇内后 他又得知大部分军官也将调离 只有他和先任将校留恋 送救迎新 在钓领下达后的一两天里 钓职者还要在潜艇上继续履行职责 收拾行装 等待接任者到来完成交接工作 和我一样留恋的先任将校 似乎也失去了往日的冷静 在各舱之间来回走动 带着一副认真的表情 用半开玩笑的口吻 催促调职者尽快启程 那么 调职人员请进造离挺吧 在交接过渡的这段时期 挺上人员过剩 这个问题直到2月12日纪元节仪式之后 随着调职者陆续离开才得到解决 每当有人离挺 挺员们都要到甲板上列队 灰帽送别 任挺长也高任了 军装笔挺 崭新的勺左领让闪闪发亮 初次见面给人的感觉性格温和 待人友善 辛劳挺长的交接仪式和全体训事在前甲板上举行 辛亭长在临时搭建的礼台上发表了就职讲话 我即将接任务运显赫的1号第56前 婷婷长一职 虽然我不及前任挺长 但我会尽自己的全力 本艇的所有事物将和以往一样进行 希望各位也一如既往的用迅速果敢 脚踏实的行动来给我回答 我的话讲完了 辛亭长说完后走下礼台 值班的先任将校下达了解散的号令 夏日官兵们都在小声地讨论住辛就挺长的不同 先任将校转身向辛挺长敬礼说 已解散 辛挺长表示了解后 两位挺长边聊边下到挺内 大概在辛挺长的第二天 一辅五十六和一辅五十三并排进入海军工厂第四船目进行维修 从雾门望去 右边是一辅五十六 左边是一辅五十三 像两头巨鲸一样握在船台上 露出红色的船腹 在一辅五十六 入雾两三天后 前任艇长就正式卸任离艇了 艇员们在船五海岸边的道路旁列队 以海军独有的灰帽里为艇长送别 我们向驻艇长远去的背影不停地挥舞住军帽 挥住挥住 我感到鼻子发酸 眼眶泥热 两行泪水流下领颊 挥帽里是日本海军特有的礼节 徒位战士日军潜艇在离港时 爱上人员和艇员们挥帽相互告别 前任艇长离开后 艇员们开始例行地半嫌休假 分为两批轮流上岸休息 我给新报道的艇员做完了身体检查 他们大多是新征兆的水兵 还从未经历过战斗 也未尝过海上的磨难滋味 心情振奋 开朗乐观 令艇员内的气氛都变得明快放松 相比之下 老艇员显得更加沉静 沿盘局之间总能感到一份忧郁 也不太喜欢与新艇员闲聊 所以新艇员之间要更加亲密 这种新艇员的差别也同样体现在军官舱里 我和先任将校作为仅有的两位留任的正式军官 自然成为其他新任军官们闲聊的中心 而我们两人也不自觉地凑在一起 在这个上百人组成的大家庭里 老管家比起新主人要更加熟悉 在我心中 短期内还不能完全信任星艇员 总是用猜疑和挑剔的眼光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 有时我会想 前任艇员在遇到这种情况时会不会也抱住同样的态度呢?如果是炮树长又会如何呢? 可是 我为什么非要去想那样的问题 挺长也好 炮树长也好 都已经离任了 新岛任的军官都比前任军官年轻 特别是炮树长 前任炮树长 前任炮树长是大内仙 而新任炮树长却是非常年轻的少尉 他皮肤白净 模样可爱 恰如半年前我刚上任的样子 让我想起某部电影中的角色 一看就知道从来没有在潜艇上服过亿 即使我得知新任炮树长将在3月1日晋升中卫 也依然感到不安 1945年2月 美军登陆流狂岛 图为美军陆战队员使用37毫米炮射击折波山的日军火力点 2月20日 传来了美军在硫磺岛登陆的消息 前线离本土越来越近了 刚好在这一天 前艇离开了船雾 自从前任艇长离开后 此前很少与我私聊的先任将校和我亲近了许多 开始向我敞开心扉 无话不谈 军衣长 我们被留下了 现在可就是全艇的主心骨啊 我们一起努力到战死的那一天吧 是的 我也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这段时间我和大家一样 受到了相当大的打击 总之 这样一下子就掉走这么多人 确实 这和水上舰艇不一样啊 的却如此 我也感到很难过 不过 军衣长现在还是单身 这一点真让我羡慕啊 我想结过关的人不是更沉住 更安心吗 不是更有决心坚持到最后一刻吗 并非如此 而是更加烦人 总是为了各种事情烦心 还是单身好啊 早知道就不结婚了 妻子也不必成为寡妇 如果没有结婚 就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吧 不再有什么幸福了 敌人已经登上硫磺岛了 敌人的战斗机和轰炸机也很快就要飞到日本上空了 听说回天特工队千枣队已经出击了 不知结果如何 敌人的下一个目标应该是冲绳吧 如果敌军占据了陆上基地展开巡逻 潜艇就难以浮出水面了 只要不是特别顺利 基本没有成功的希望 无论怎么说 今后的局势不容乐观 这次我先休假 然后军衣长再休 先任将校从未像这样和我讲过话 他真的变了 意外的离别 先任将校在休完短假回庭后 就该轮到我休假了 我可以休息72小时 也就是整整三天时间可以自由支配 尽管路途遥远 我还是决定返回东京看看家园 我的行程安排得很紧 要花17个小时坐火车到东京 在家停留40个小时 然后再花17个小时返程 即使如此 我还是要回去 也许这就是我最后一次回家了 回到家中 可以躺在自己房间的泰泰女上 从身边的书箱里随手抽出几本书 那都是我学生时代喜欢的书 巴巴巴的快速翻摊 看累了就拿书当枕头睡觉 听见父亲和弟弟说话的声音 从楼下 从楼下房间里传来 要是楼下泡好了热气腾腾的葱茶 妹妹或妈妈会端到我的房间里 仅仅是这些就让我心满意足了 我就是想住这些温馨的场面系上了火车 在东京度过了匆忙 却愉快的40个小时 然后再次搭乘夜车返回武港 当火车驶过新桥站时 天正缓缓地降下了雪花 我打开车窗看住海绵似的的白雪 预感到这次离开怕是再也回不到东京了 火车晚点了两个小时左右 才到达武港 这里也下注大雪 我在雪中提着装有大约20本书的行李带走出车站 刚好赶上海军工厂的班车 我在工厂本部前下了车 向潜艇站桥走去 一路上四处张望 寻找注意服56的驳位 但没有看到 在站桥在站桥左侧 停靠住另一艘潜艇 我走进一看确实一副吧 于是我想在剑桥附近站港的水兵问道 你知道衣服56在哪儿吗 我去问问值班军官 他说住就跑开了 过了一会返回告诉我 在三号船务 我感到很奇怪 之前不是刚刚在四号船务进行了整修吗 怎么又进入三号船务呢 难道又出什么问题了 我满腹呼唧 提住行李 沿住不满白雪的道路走向三号船务 站在雾壁边沿往下往 衣服56果然在这里 他那标志性的歪鼻子也落满了雪花 整个挺身都披上了银装 静静地坐落在船台上 几名日军水兵在潜水学校的六号潜艇神射前合影 没有经历过战斗的新兵和老兵之间差异明显 一名前不久刚进升冰场的水兵正在舰桥上 见我沿住跳板走上甲板 他立刻从舰桥上下来迎接我 向我进了一个相当敷衍的军礼 而平时他的敬礼都是很标准的 这个变化让我的心情有些奇怪 我把行李带交给他 从舱口下到艇内 回到军官舱 除了艇长以外其他人都在 我对著作在第二餐桌的仙人将校说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话音未落 仙人将校就对我说道 军衣长 你要掉走了 敬礼 回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